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起来右边 来看这边 这里 这里放点放点 这里 好现在开始提问 今天穿的是一个偏葱色调的 头戴西装 然后我觉得是比较帅气和有点优雅的 就是这个有身材的人才有变重 所以就对自己的身材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保持身材就是一样的 所以说平时比如说在保持身材方面 其实你是就比较容易做到的 其实像我们普通人一样 也挺痛苦的 想要注意自己的好身材 其实我觉得不要有身材交易 就是一切减肥或保持身材 还是以健康的美食为能力 好老师们还有问题吗 想问一下您觉得在走红塔的时候 这种穿搭是要很帅很美 还是要被记住 是什么被记住 就是要交综艺一点 我觉得就是合适自己的 然后我觉得自己觉得好看 就是 想问一下 虽然就是 今天今天穿搭了新闻 然后你第一次参加这类综艺 感生 就滑雪 滑雪 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多出门运动 滑雪是一个非常考验自己的运动 然后我觉得马上要冬奥队 希望大家能够多去接触一些关于冬奥体系的运动 然后能够多支持我们的今天 那如果看冬奥你最喜欢哪个项目 我们现在应该会比较关于滑雪 或者滑雪 或者滑雪 或者滑上滑雪 我觉得都是 因为自己接触到之后 还是觉得比较好战 比较一些困难的路 我觉得很感兴趣 每个一种人是比较好 一种人 一种人 我觉得那个 吴艾妮 我看她那个滑雪 我觉得 非常容易 我说咱们脖子上这朵小花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其实 这个小花是我朋友夹上去的 我觉得就是 还是小 有点 眼睛制度 谢谢 老师们还有其他问题吗 刚才你们一直怕陆柯然 现在终于到现场了 抓紧提问呀 我刚刚都没做好准备 我以为 吃了一种才好 今天现在这么多人 你到现场已经是最好的准备了 他们已经期待你很久了 对 对 谢谢大家 老林是今年把她做过去了吗 你觉得这一年 你期待能够收获多少呢 其实今年收获也挺多 在云爱这个舞台里面 成长了这么长时间 然后收获到了很多舞台 然后再获迫跟林奈十分之间的感情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好的回忆 然后希望之后 能够进去的艺术 然后鼓势想要参加 对 那你的演唱会 不就因为疫情的延期了吗 那你想做什么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 也是充满了期待的 对 但是我觉得 我们也不要太难过 我们会有一天相见 其实也给了我们更多时间去准备吧 希望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能够更好 就是更炸裂的舞台 2022年其实就是个人照片 对 那你自己的话 你想结婚一些什么 那些新的记忆 嗯 其实在2022年吧 其实我更期待自己去尝试一些比较 新的角色吧 比如说去演演戏 对 其实我今年也很想去尝试的东西 不谓演戏 比如说演戏的话 不谓演戏 你最想尝试什么 内心的记忆 我更喜欢筷子 对 动动比较反派 可以用一个关键的时间去尝试一下 今年比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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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呢 我觉得是比较多数多数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演戏这个 这18个月里面 其实也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 超过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 自己在内心上 或者不管在工作上 都有很多成长 对 对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有哪些新年乐望呢 新年乐望 还挺多 多一份 想买狗 嗯 嗯 大家可以对着我 镜头对网友说一句 新年是什么 嗯 希望大家 新年快乐 然后能够 身体健康 慢着顺利 好的 那我们采访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请 任奎然移步